这一次我们将要介绍拉普拉斯变换的概念 这个真的是我们学到的最有用的概念之一 不仅仅是在微分方程方面 而且在数学上也是 特别的如果你打算在工程学方向深造 你会发现拉普拉斯变换 除了帮你解微分方程以外 还可以帮你做函数和波形变换 从时间域变换到频率域 并且学习和理解一整套的现象 不过我不会涉及所有的这些 现在先教大家这是什么 拉普拉斯变换 我会教大家这是什么 让大家适应里头的数学 然后在若干个视频以后 我会真正向大家展示 它解微分方程是多么给力 我们准备解几个原先解过的方程 用之前的方法解过的 但我们会一直做各种例子 求解越来越难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拉普拉斯变换呢 拉普拉斯变换 记号为L看起来好像 拉夫尼和雪莉里头的 这句可比你们老多了 但我是看着它长大的 我想我小时候看的已经是冲播了吧 所以一个函数的拉普拉斯变换 在这里我们习惯上不说fx 而且称ft 原因是在很多微分方程 和工程问题里 我们经常把一个时间的函数 转换为频率的函数 现在先别操心这个 如果你搞糊涂了的话 不过一个t的函数的拉普拉斯变换 它把函数变换为 另一个s的函数 这能做到吗 现在吧 我先写几个数学记号 你们可能看不出它们的意义 所以它做了什么变换呢 我对此的理解是 它有点像一个一组函数的集合 一个函数把集合印到 在我们处理的范围内 一个数级印到另一个数级 一个变换则把一组函数 印到另一组函数 现在让我定义这个 我们所用的拉普拉斯变换 是用反常积分定义的 我知道我现在还没有 介绍过什么反常积分 不过我现在就解释一下 做从零到无穷的反常积分 对E-ST-FAT 也就是 拉普拉斯变换括号中的函数 DT 这个看起来可能很吓人 也令人迷惑 不过我马上要做几个例子 所以什么是拉普拉斯变换呢 我们说FT等于E 函数1的拉普拉斯变换是什么呢 所以如果FT等于E 这是对时间的长值函数 这样吧 我直接把函数带入 我这里写的这个式子 从零到无穷就反常积分 备极函数是E-ST-E 我就不用再写了 不过这儿有个乘以E-DT 我知道这个无穷 现在吓到你们了 不过我们马上来解决它 就是现在 这个和极限是一样的 我们说令A趋于无穷 考虑积分E-ST-DT从零到A 这只是为了你们看起来更舒服一点 大家可能已经猜到是这么回事了 因为很明显我们不能带无穷进去算 但我们可以去极限 让某个东西趋于无穷 不管怎么说我们求一下原函数 计算这个反常的定级分 或者说反常级分 那么E-ST关于T的 原函数是什么呢 它等于负的E除以S E-ST对吧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求个导得到负SB的东西 细数消去了 然后只剩下了E-ST 妥了 我先擦了这个等号 因为我准备征用这块D 我们要去极限 令A趋于无穷 我们不用每次写的那么详细 不过这是我们第一次处理反常级分 所以我写出来提醒大家 我们再去极限 现在求原函数 现在要计算原函数在A处的值 先去零处的值 然后去极限 令式子里的A都趋于无穷 所以这等于A趋于无穷时的极限 好 如果我们先把A带入 我们得到了负的S分之一 记住我们再对T求积分 现在对T积分 E-SA对吧 带入A的结果就是这样 如果我带入T等于0会怎么样呢 当T等于0时 式子变成E-S0 正向等于1 现在我只剩下了-S分之一 妥了 我往下拉一点 我写的有点大了 无所谓 所以它等于 A趋于无穷时 负的S分之一 E-SA的极限 减去负的S分之一 即正的S分之一 那么A趋于无穷时 极限是多少呢 这项会怎么样呢 当A趋于无穷时 说我们假设S大于0 现在我们做这样的假设 我还是明确写出来吧 假设S大于等于0 如果我们假设S大于等于0 当A趋于无穷时 会发生什么呢 这项会趋于0对吧 E的负一个狗狗是一个大的数 然后E的负狗狗次方 是一个非常小的数 所以当E的负无穷次命 趋于0 所以这整项趋于0 这一项不受影响 由里头没有A 所以我们只剩下了S分之一 解完了 这是你人生中重要的一刻 你刚刚第一次经历了拉布拉斯变换 我会用几个视频向大家展示 拉布拉斯变换有一整套的变换表 最终我们会把它们全部挣出来 但是现在我们先算几个 比较基本的 但这些会成为得出 整个变换表的敲门砖 FT等于1的拉布拉斯变换 等于S分之一 注意到我们从一个T的函数出发 虽然这个函数很明显不依赖于T 变换为一个S的函数 我还有大概三分钟 但是我觉得再算一个拉布拉斯变换 只见不够了 我留着下个视频讲吧 拜会 对 我留着下个视频